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新先生 今次跟大家開箱的就是 ATOIS A001 西裝殺手的 1-6 S 雙 figure Who is 西裝殺手的呢? 看到包裝得非常簡單 整個黑面蚊 就只印著這個ATOIS的西裝殺手 現在事不宜遲開箱給大家看看 鏡頭一轉開箱 看到原來這個西裝殺手 其實是最近的Drunwick電影4 這個子彈哥所飾演的一個蠻合的殺手 因為他穿著西裝看起來好像很有型的款式 所以就變成了這次西裝殺手 就以似向他致敬 向著他這個造型來想 好了,首先我們看看Figure 這次頭雕一開箱的時候 我都有點驚訝 驚訝的意思就是 原來這次的眼鏡是不可以脫出來的 什麼叫不可以脫出來? 它是什麼? 它黏住了 沒錯,它真的黏住了 神經病的 它原來是把太陽眼鏡 已經黏住在頭上 一體成型的那隻 它不是獨立分件 說的是整個連續的眼鏡一起做出來 這件事我都第一次看到 真的有點意外 也猜不到 開頭我還以為它可以脫眼鏡 誰知原來是不可以的 所以就看不到這個子彈哥的爐山真面目 就非常之... 現在對著這副黑照 有型有款 對吧? 好了,看到它 現在的造型 它就是穿著一件 白色的瓶領 裡面的一件白色衣服 外面就是一個黑色的西裝外套 應該是電影裡面的尾段到 就是它和John Wick一起走的 一個長命斜的樓梯 沒錯 就是滾樓梯滾到飛起的一幕 就是片尾的造型 好了,另外就是穿著一個黑色的西裝外套 另外就是一個黑色的皮鞋 好了,那裡面先看看 原來就是沒有穿襪子的 似乎偷懶 竟然連隻白襪子都不給它 好了,另外因為看到這個 非常之戴著黑照 又脫不了的關係 所以就不能做其他的造型 純粹這個模型 永遠都是戴著太陽眼鏡 不想被人見到他的爐山側面目 好了,現在Figure手上就是拳頭的一對 另外還跟著什麼手型呢? 看看先 有隻右手 攤大了五隻手指的一個造型 一個手掌的造型 好了,另外就是有 握槍的手型 另外也有一個就是 被你握著它那支盲弓竹 即是它那把劍的造型的手 另外就有兩隻可以給你握其他東西用的手型 握什麼呢? 隨你自己發揮 有什麼給它握著都可以給你 由你決定 好了,另外的配件就是 手槍一支 一支黑色的手槍 寫著這個P220 手槍的模型我真的不是很認識 不知道一支是甚麼加火的手槍 一支黑色的手槍 另外就有一支棍 最初就在這套器裡面 它經常握著一支盲弓竹 這支盲弓竹絕對不可以打開 就是一體成型的 現在因為一體成型的關係 它另外就分開了兩件劍給我們 分別就是可以握出來的一個 變成長劍的版本 另外就是那個劍的棍 那個劍圖應該畫 分開另外做給我們 所以就不能如實地插進去 另外就分開了劍給我們 以上就是Atoys A001西裝殺手的1比6Action Figure 現在就被西裝殺手握著武器 我看到它這次的造型 其實沒有什麼可以玩到的 純粹就是一個殺手的樣子 而且這次真的有點微妙 微妙在於雖然它的造型 如無意外 我就知道它應該是裝飾4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 看看下大小玩玩玩 覺得它好像第二個人 我覺得它有點像林峰 無論怎樣也好 這次是一個亞洲人 一個亞洲殺手的Action Figure 如果它真的當作一個子彈哥 它也算是副廠最快速地出貨的 大廠Hottoys之前公佈了將會出的 版本動漫戰的時候都已經出過 但不知道為什麼搞什麼 到現在還沒有 可能要大家粉絲等太久的關係 副廠已經根不及待 我看到1比12的又有 1比6的就現在 這個Atoys已經出了 好了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希望你都喜歡一個Atoys 一個A001 一個西裝殺手的1比6 Action Figure 我們下集再見面 就這樣 拜拜 中文字幕下集結束 後面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